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越南對上庫曼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越南人的文明我們稍微講一下 他能力是遊戲開的時候就可以知道對手的位置在哪裡 經濟升級不需要花費木材 再來就是他的射箭場單位生命值會加20% 什麼鑽毛 兵 馬 弓 小弓 那個需要黃金兵的那種弓 都可以增加20%的生命值 那再來就是增兵技術免費 那增兵技術免費 除此之外呢 他的紫幣技術 他的金罐 伐木工可以產生木材 而且還可以緩慢地生產黃金 就是你砍木頭的時候會找到黃金的概念 那大概24隻伐木工等於一個遺跡生產黃金的速度 那是維基百科上寫的 實際上我也沒有去測試 那再來就是銀罐的部分是 相夫生命值會加100B的生命值 所以他打的大象也是蠻厲害的 那主要還是會以打工病為主這個文明 然後那我們來看一下庫曼 那庫曼的話他的能力則是可以封建時代製造TC 那也可以在封建時代製造衝車 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衝車的升級 那再來是他的 他的馬就跟射箭場都會便宜100木頭 所以如果他要打快攻也是蠻厲害的一個文明 而且這個省100木其實是省蠻多的 因為到後期你會打蓋大量馬就或是射箭場都有可能 然後再打前期來說的話很省很省 不好意思是減75木頭不是100木頭 那所以就是你蓋馬就的話或射箭場 只要100木就可以蓋了 那比較特別的單位是他的茶清 清茶講錯 清茶 他的清茶的話有點算是散彈牆的工兵喔 一次可以射出很多箭矢 也算是蠻厲害的一個文明 有點像中國蓮奴那種感覺 但有點不太像 因為他是一次齊發的 而且他的射程偏短 而且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後期來說城堡時代是最強的時候 所以庫曼的話我會覺得打到地後的話會比較弱勢一點 地後的話可能就要靠遊俠 那城出或城堡時代中期後期 我用這個清茶來壓制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地圖吧 兩邊地圖來說 哎喲這個庫曼是天圖耶 哎呀這個金在前面 這邊還行喔 這邊都還蠻好味的 這裡是微笑微笑 而且果樹跟金都在後面喔 然後木頭區也算不錯 這兩塊總共有三塊木區喔 還不錯 那這個圖應該其實可以顧得蠻舒服的 再來看一下越南的圖 越南的圖 金礦在前面 果樹在前面 哇 相較之下 這個圖跟庫曼比起來 就略遜色一點喔 這個要圍的話也是要 圍蠻大的 所以一開始可能會小圍小圍 這裡可能圍死喔 反正就這邊圍到底圍到底 也是一個選擇 這樣子圍到底 都是一個辦法 但是前期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會聯絡提起做個圍房 然後左邊這邊先圍起來 先保護好金礦區跟果樹區 那右邊可能會變成一個開闊地形 然後有機會就把它圍起來這樣子 好 那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目前兩邊都十三寸 欸這邊 越南點下了 雙劍時代了 喔唷很快欸 兩邊都是一樣的時間喔 欸他們竟然是打十八匹欸 十八匹還打棒棒 太狠了 欸十八匹很快喔 這個比一般的 十九匹村民加一個赤猴 二十匹還要快喔 但是要升上去時間 超級超級快 而且還可以瞬間點下 一級木耕一級農田 單射箭場可以點嗎 好像可以點 不過這邊再控棒棒的關係喔 還沒有跟上射箭場 好這邊選擇是馬舅 庫曼選擇是打馬舅 那越南這邊 目前沒有打算要攻兵的樣子 那棒棒目前都是出兩隻 兩隻棒棒的話 效益就是 不會再去挖金 然後支部也可以點 算是比較 對流產來說比較好一點喔 操作空間更少一點 而且 出兩棒棒也能騷擾到 三棒棒的話雖然可以 更有威力一點 但是 相對的那個經濟會更慘一點 這邊有一隻村民想要來圍 但是已經被抓到 這邊想要把自己圍起來 可以嗎 唉唷直接隔空一棒敲死啊 我的天 這個棒棒就會隔三打牛 但是 唉唷 越南這邊很心機喔 不是很心機喔 很細節喔 然後這邊是先撒農田喔 沒有先下射箭場 好射箭場晚點下 然後決定用棒棒對方家裡做一些騷擾 然後這邊先出一隻槍兵 來防守一下這個刺喉 那棒棒繼續來做騷擾 然後但是對手也出了一隻槍兵 想來戳對方的馬 這裡棒棒持續給對手壓力 但是這邊棒棒要被追上了嗎 要來硬拷了嗎 好這邊直接硬打起來 哇這個棒棒被追著打 完蛋送掉一隻 沒了 一個高低打爹地 OK那這邊庫曼 前期拿到了優勢 出了三隻 刺喉 但是越南這邊也是出刺喉 越南也出刺喉 這隻槍兵能戳到嗎 唉唷差一點 唉唷大家都有在控兵喔 都沒有這樣擺給 好那這邊 目前有四隻刺喉 往越南家裡衝 那越南左邊確實要先圍好 這個金礦先保護起來 然後正面的話 那就是用 也可以圍死 然後負責我們就專心守右邊就好 好那這邊 超級多的刺喉 衝過來 直接解掉了一隻 然後這邊有槍兵想要戳 但是沒戳到 還這次刺喉的量很多 而血量幾乎是滿的 這邊就算 去送這個戳戳好像也不虧喔 喔兩邊 空兵都非常的細節 唉唷 回頭打一下 再回頭打一下 哇 那個槍兵馬上就不理掉了 再三兩隻刺喉 再補一隻 三打三的局面 好那這邊有槍兵沒有動 還這邊庫曼轉出了射箭場 那射箭場便宜喔 只要一百木頭 那剩下一個木頭就可以拿去撒田喔 這個田量一多 上城堡時代輸就快 好那打小弓的話 也可以給點威懾力 但是由於 目前 越南也是出肉麻狀況 所以這個小弓出太多 可能會出四 然後被包起來 然後又會拖到上城的時間 那這邊也有槍兵 但這個小弓應該主要是來騷擾 加上解槍兵用途喔 並不是要來打肉麻用的 好這邊再圍一下房子 這個不圍的話會很危險 那這裡確實要趕快先圍起來 不然他們有太多選擇 好那這邊 確實圍起來圍起來 直接圍死了 不給機會 不給機會 這樣是個不錯的選擇 右邊的話也圍死 兩邊都是一個小圍小圍 好那正面確實也圍好了 那左邊 應該會往左邊打嗎 看左邊也圍死了 那這邊 目前可能就打不到東西了 好這邊補下了市集 這邊要繼續補農田 十五肉 然後這邊一樣在操作 操作操作 欸這裡兵有點大量喔 兩隻小弓 加上兩隻槍兵 跟七隻刺猴 欸庫曼這邊 是不是有點小小O硬的感覺啊 這個兵量 有點差距太大 哇這裡怎麼有穴 沒啦 越南是不是沒啦 哇 這兩隻村民沒救了嗎 剩下一滴血 唉唷 一隻收到村了 好那看一下KD 目前越南死一村 那庫曼也是一村 那這邊圍死 要趕快圍死喔 這不趕快圍死 真的會出事 然後這圍法啊 真的是小圍 小圍死 欸欸欸欸 鑽進來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哇這邊越南 被迫要出兵防守喔 本來這邊想要 直接偷個經濟 然後買肉 上去 村寶時代 結果直接被打了一個破口 被迫出兵 導致自己 沒辦法這麼快 上封建時代 然後這邊趕快插個箭塔 好不然這個礦 不能挖的話 這個屍擊就沒效果了 也沒用 趕快鎖死 不讓他出去 直接進行一個 關北獸戰法 那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出更多的 戰毛 跟戳戳 就可以解到這些的兵喔 但是這邊 出兵一點 射擊一點怪喔 巧妙 目前這邊 越南很著急 想要出去 但是出不去了 這兩隻戳戳能戳到嗎 唉唷 戳到一下而已喔 戰毛一點 攻兵 但是這邊肉馬上來 開一看 戰毛死去的速度非常快 這邊攻兵 再點對方的疾病 不是疾病喔 斗力 可以再戳再戳 兩邊開始戳 戳來戳去 肉馬上來硬砍 先把刺猴砍光 然後再用兩隻刺猴去打一隻刺猴 唉唷 這個刺猴沒有加攻擊力 兩邊刺猴都沒有加深的 而且這邊只需要戰馬 就可以解掉了 哇這波封建大戰截的還不錯啊 這個越南對立很快喔 若瑟我應該崩了 心態大裂 這邊越南順利已經點下城堡實彈 那庫曼也是 庫曼這邊點下一擊射跟平總 那有挖石頭嗎 沒有挖石頭 那應該不是打一個速城堡兵開局喔 應該還是比較正規的一個騎士雙馬就開 然後再補上赤猴 欸欸欸欸欸 這邊是補下射箭場欸 三射箭場 三射箭場是要打馬弓啊 看起來他有沒有想法呢 這裡挖進人數九個人 那以他資源量的話 打騎士感覺更好一點 因為這些木 因為出馬弓要耗費木材 那木材去開Tc會更香一點 好 那左邊目前越南看起來是要打弓箭的 應該是打奴兵嗎 可是沒有出奴欸 然後這邊要出馬 馬弓 不會吧 No way 哇這是三馬弓欸 馬弓騎兵三隻開罩 三射箭場 出馬弓 那庫曼的選擇呢 來庫曼的選擇是也是馬弓 哇旁邊都是馬弓開局 目前庫曼是有點下一級輪走技術的 所以他這邊經濟相對會好一點 所以這邊支援量明顯會有點小小拉開喔 好 那這邊大學趕快下 下完大學之後彈道學也下了之後馬弓出來就很威懾力了 而且二級弓也點了 好 那庫曼選擇的是 越南選擇的是大學開局 好 那這邊庫曼也是選擇大學開局 而不是把這個大學拿去開TC喔 兩邊都是想要打一個層出強軍士喔 先拿下一點優勢 然後再去做經濟的規劃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開TC喔 所以彈道學那些都是會比較晚上的 但是高手他們好像都是會掀開彈道學 好 彈道學實在太重要了 好 再兩隻小公來做一次騷擾 看一下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順度探查但也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也沒看到什麼東西 哇 這邊馬弓有點失誤 直接往上硬貼 但是這邊有個細角喔 這邊越南的馬弓血量很多喔 80滴 好 兩邊都有點品種 那這個就多10滴的血量 因為我們多20%的血量啊 越南 射箭場單外血量加20% 所以這邊馬弓就 一聲聲的多出了10滴血量 所以這邊本來該死的馬弓卻沒死啊 這一隻 這裡有一隻殘血了 剩幾滴啊 剩5滴耶 那這邊庫曼的馬弓也出來 但是這邊庫曼有個優勢是他有免費的跑速喔 這邊兩邊要看修操作 兩邊彈道學都快好了 欸 越南已經好了 但庫曼還沒有好 然後這邊有來更多的馬弓來匯合 那馬弓就是要多一點數量才會搶喔 這邊做個包夾 直接騎射 但是這邊有分兩邊 要抽要抽操作嗎 但這邊修操作也沒辦法 對手已經有彈道學 然後會轉出戰毛兵嗎 還是繼續馬弓一直線呢 但壓在自家門口 感覺還是要 趕快把兵拿來匯合 這邊硬換的話會很虧喔 這邊想要用走位來換 但是由於對方的馬弓 雖然還是蠻多的一個狀況 蠻難秀的 哇 這邊跟家裡的兵控不太過來 要不要匯合 這邊開個洞 匯合一下 反正這裡有箭塔喔 箭塔的話開個洞應該還行 這邊沒有決定要匯合 而是要來分兵嗎 但是庫曼這邊偷了一個TC出來喔 那越南這邊還沒有偷TC 經濟目前是50吋打48吋 這邊數量夠了之後開始匯合 但是庫曼現在站在這個高地喔 這個高地打滴滴會有優勢的 所以能不打就不打 好兩邊看著互相交火 好兩邊看起來 數量上是 庫曼這邊有小小有優勢 但是血量上越南更有優勢一點喔 直接硬生生多了10滴 以數量上來說的話 整體血量是差不多的 800滴對上900的 10滴 這邊有一隻馬弓在抖洞 好想要偏劍使 這個細節操作還蠻多的 好那這邊小宮 這邊要越南點下了拇指環跟防禦 受不了了要跟他打一個大正面 原來剛剛越南這邊沒有點防禦喔 所以這邊打起來有點難打 那這邊 庫曼選擇轉出了戰毛兵跟二級遠防 看來沒有想要用這部 這個部隊跟對方應換了 可是要打算用 戰毛守家裡 然後自己的馬弓出去騷擾的一個戰術 他在確認對手的馬弓往左走 他在確認對手的馬弓往左走 那加了一戰毛兵出來 然後開始集結在這TC附近 OK 用這個戰毛指揮手馬弓 很賺喔 好分兵開始 那這邊有箭塔 他應該知道的 哇 直接過來送掉了一隻馬弓 哇 送掉了蠻多單位的 大概三隻馬弓 但這邊越南也被送掉了一隻 那這邊也是硬生生扛箭矢 過來想要來殺村民 但只殺到一村 但是以馬弓掉了一村 這邊有很多戰毛來射 哇 這個分兵戰法還不錯 戰毛家裡守 馬弓出去鬧 那這邊有突然 偷出來挖石頭 這邊有哨戰 這個哨戰應該是看得到 這邊走過來 沒意外的話 已經看到了 有這個視野明顯的 在他眼皮底下 原來這邊趕快收村回來 趕快躲到TC 但是還是被抓掉一村 馬弓機動性太好了 好這邊越南想要打一個洞 就去騷擾 但這邊趕快補下兩個房子 做防守 打破了一個洞之後 進去應該就會看到房子 就沒問題 這邊要補下BK 應該是要來做投車 或者是奴炮 都可以 這裡居然還有洞 更大的洞 完蛋完蛋完蛋 這個洞不補起來 哇這邊 哇哇 哇木頭村民 哇會死亡 好險他沒有全部進來 數量上也不太夠 那這邊有母子環的越南 射速就變得很快了 這個馬弓的烈士 就少點補陣了 這邊BK全部拉回去 那越南把這邊戰卯 全部派到前線 想要來做一個進攻跟騷擾 目前是分兩個隊的一個狀況 那窗米蘇目前是庫曼領先 庫曼這邊3TC開出來了 看到兵也一直在出 那越南則是 只看雙TC喔 地上TC 不知道蓋的哪裡比較好 我覺得蓋這裡不錯 有石頭有木頭 如果可以蓋這裡就好 但這邊有那個 筆跡 所以這邊TC也蓋不下來 所以第二選擇的話 可能TC要蓋這個位置喔 黃金在附近 然後這邊有木頭 好那戰毛過來 看一下左邊 有沒有看到對方的馬弓 但沒有 但能看到出去是一堆投石車 跟 奴炮 那已經等著 庫曼這邊的戰毛 好中間 繞了更多的馬弓 想要來做一個 夾擊吧 你這個夾是你被夾擊 還是他夾擊你呢 我怎麼覺得是你被夾擊的感覺啊 庫曼 直接被夾住 兩隻奴炮 加一隻頭車 直接夾爛 好那這個馬弓 可以不用去離這些戰毛兵了 好 直接去追對方的馬弓 也是可以的喔 這個硬去追好像不太好 會有點血虧 好 直接靠工程去解就好 喔唷 差點砸到 OK 那這邊馬弓 想要再過來夾一下 這邊的馬弓 那這邊馬弓 要變成囊中之物了嗎 欸有點像喔 喔不太好 這個位置很差 完蛋 好但是拉開了 這個戰毛就沒辦法射到 就OK了 好 投車過來 跟對手一個高低打低低 但是後面有奴炮 跟投車 已經逼近了 這邊派兩隻蠻風來射這個 投車 效果感覺還不錯 這個戰術可以有 投車要來投了嗎 死無鬼一發 哎呀沒預判到 可惜了可惜了 好那還有一台牛炮在這邊 目前戰毛四郎非常強大 看要不要距離出頭車 來防一下這個 戰毛跟馬弓夾擊 好那這邊 庫曼點下了一擊馬卡 看來要轉騎士出來了 好那這邊選擇更多的奴炮 啊 我不是投車了 好 直接開射 好 好那這邊馬弓被換了相當大量 這個戰毛給的壓力很大 越南這邊 只要一出去 基本上就會被對手的戰馬抓到的狀況 那看這邊要不要趕快 在上帝龍時代喔 出點其他的兵種 或者是 出點騎士啊 來砍這些戰毛 但是在出騎士 又會被對方的馬弓給射歪 好這邊奴炮喔 給的壓力很大 那對方出了騎士 但這個騎士 也會被對手的越南 的馬弓給射歪 喔唷這邊想要來前置殘寶 結果被抓到 好這邊 直接一個奴炮BBQ 串燒 好騎士想要來硬砍 那這個奴炮 有點麻煩 要來硬點這個 戰毛 哇這邊聰明一直過來送啊 好那奴炮也確實 被送掉了蠻多的喔 但是造成傷害也是蠻多的 哇這個奴炮 給的打擊還算可以 蠻多的戰毛兵都出 接近於殘血狀態 好這邊裡面 偷偷產了一隻頭車 要來直接給他一碗大碗的 還是要來個大碗的比較實際喔 不然這個奴炮一直 小打小打喔 好像給的壓力是很大 最近這個 只要你散開來的話 這個奴炮的效果就沒這麼好 好頭車出來 看一下這一發很關鍵 對 好藏在裡面 藏在裡面 等待機會 只要裡面有藏東西 就可以給到壓力了 這邊很極限喔 右邊也有騎士在過來騷擾 這邊打一個城堡 好左邊 唉唷馬弓又在送了 完蛋 但這個頭車遲遲不敢出來喔 這個一出來可能就要白給了 這邊 庫曼也是一直持續給壓力 然後頭車一出來 唉唷 白給 但是還有第二台 第二台出來 能不能再給到壓力呢 再給他一發 好頭車出來 直接砸 唷 砸 完美 找一發 送我前掌 唷 這邊 戰毛跟馬弓全速送光 那家裡繞了幾隻騎士進去 但裡面有抽穿 那這邊左邊的蔥民可能要趕快再跑一下 那這邊進來戰毛又再補勒不過來 而且下面前線蓋了更多的BK 哇直接下衝車啦 沒有要點地毛史大爾 反正是點了衝車的升級 要來給他一個大碗的了 酷曼這邊點下手推車 還沒有點下帝王時代 原來酷曼這邊是ALL IN城堡時代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到 酷曼確實城堡時代比較強 上了帝王時代的話還要展出遊俠 這個空窗血又更大 好那這邊 馬攻點下了 還沒有點重裝 這個重裝還沒有點 這邊是選擇補下輕奇變升級 跟三級色跟化學 要來開始補馬舟了嗎 沒錯補了更多的馬舟 右邊目前有城堡的防守 應該是沒問題 TC確實也可以在這個位置 黃金跟木桶 好但是酷曼這邊轉出了大量騎士 最終酷曼還是要走遊俠之路嗎 我覺得還是要 不然靠青茶 有點 後技無力喔 這邊高一個寶不錯 這個寶可以守到黃金跟石頭 真香 好城堡目前青茶也是可以出的 但也沒這個打算 本來是在家裡囤積了一堆衝車 想要來 衝這個 越南的城堡 或是TC喔 想要打一個 正面通圖 好 正中裝馬攻三級 一級馬卡也點了 這邊的話 正中裝馬攻三級好之後 這個血量就變92滴 越南的馬攻 血量92滴還不錯 攻擊力馬攻有11 越南的一個小小的優勢 那這個馬攻血量還不是 血量最多的馬攻喔 最多應該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馬攻可以再加40滴血 那就是80加40 120滴血的馬攻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欸他有沒有血統啊 土耳其 好像太知道 這個部分之後可以再去查證一下 反正最多血量的馬攻並不是越南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進攻 這邊進攻都有戰馬在防守 這邊充分應該死了一兩隻而已 那這邊 確實庫曼要趕快夾出遊俠出來 不然這邊會很難打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庫曼如果真的要打 帝王的話 依舊還是要回歸到 遊俠 而不能打寶兵喔 寶兵的話 城堡時代初期跟 城堡的 遞出的那段時間是比較強的 那這段時間的話 真的是過渡血 那這邊 越南開始反攻 開始在處理對方的攻城器 那充車全部都叫回家裡了 因為自己沒有一個 有 可以扛正面的一個力量在 那 戰馬兵衣目前也送光了 那看到吧 再補下更多的戰馬 那這邊資源量不太夠 再補戰馬有點虛 哇 這邊已經被傷到經濟啦 哇 經濟一直被殺 村民一直大遷徙 這個田補到了前面也是 蠻 蠻暢秋的嗎 這個田為什麼是補到這麼久面 他可能覺得自己不會被反打 所以田一直往前補去 沒差 反正不會被打 沒想到越南的馬弓給的壓力這麼這麼大 好 那這邊 騎士非常大量 30隻 但是還沒有遊俠 只有重裝 但重裝也夠用了 但是 好可以升完級之後 防禦又 可以了 這可以硬貼了 那這邊 越南馬弓 一直在持續做輸出 趕快拉打 那右邊這邊還有幾隻新奇兵 再去騷擾 那左邊 又撈了一對 要來直接硬拆這邊TC跟城堡嗎 好這邊騎士的壓力還是很大 畢竟遠方6的騎士還是很強 而且跑速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快的騎士了 得加木騎士 就是兔曼了 好這邊拉了 兵 來做一下散兵騷擾 那這邊衝車 升級完了 大衝車 那這邊遊俠哪時候會點呢 遊俠要黃金比較多一點 這邊很窮 要600多黃金 等1315 那這邊食物黃金全部都不夠 那這邊補下新奇兵的升級 好 通車直接開頂 這邊城堡 要讓我們這邊 支持他們的 經濟 那沒意外的話 這個城堡 應該是要 爆炸了 不停 好這邊馬弓 一直來就這邊 跑進來殺村民的騎士 繼續散兵 然後這邊村民可能要繼續補 好這邊 騎士也是 蠻狂的 直接把這邊打穿了 城堡也沒了 但是衝車沒有找到更好的標的 可以打 先往後撤一點 因為知道對方的主力部隊要回來救了 好主力部隊回來 那馬弓繼續出 那右邊的話 目前 我這邊又繞了一隊 要來騷擾右側 那這邊 越南會很難打 好這邊新奇兵 抓到衝車的動向 正面的話 有城堡 扛住了 那目前越南來說 感覺是越南是有優勢的 因為目前 庫曼這邊點不出遊俠的話 可能會直接狙 沒有一個正面防守 只出青奇兵的話 會很慘 但這邊看起來 不管是不是要斷金啦 金礦只剩這一區耶 剩這一撮就沒黃金了 所以這邊是選擇轉出了 青奇兵 那這邊要趕快把對手的 馬弓點一點 不然可能會出大事 這個戰錨可能還是要補 那戰錨不補會有點麻煩 這個馬弓不能解決 就是個問題 左邊蓋下 那由於關戰模組出了一點問題 我們繼續用這個 內建的播放器來看一下 後面的比賽 那這邊城堡這邊蓋起來 之後 庫曼 這邊一直被大騷擾 這邊很多肉毛都開始騷擾 那這邊大量騎士 但是由於重裝騎士 沒有吃到遊俠的關係 經濟非常非常慘 這個只能出爆大量的馬跟戰錨 去解這個馬弓了 那這裡的話 越南是選擇點下了急兵的升級跟裝甲 那看來是要轉一些戳戳來擠這個馬 不然家裡可能還是會被騷擾到 因為家裡並沒有完全為死的一個狀況 要還是要一直持續收村 然後去做防守 那正面的話 這邊就要靠這些馬弓 跟這個劇情投資機 開始做推進 那還要再造些場地來前線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邊只有馬弓跟漏馬 可能擋不太一下對方的騎士的反撲 來看一下這邊城堡 開始過來修理 這邊修一下修一下 然後城堡開始投 好繼續投 好這邊直接上來硬砍 那這邊血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左邊這邊交戰 目前是騎士上的優勢 為什麼騎士會打的影院 反正騎士攻擊速度就比較快 所以這邊馬弓的話 沒有戳戳的硬砍的話 可能會守不下來 完蛋這邊直接硬定一個BK 然後把這個馬弓直接包起來打 完蛋跑得出去嗎 這一坨馬弓能出去嗎 實力逃生 可以沒有問題 哇36隻馬弓沒有被包起來 好最後留了個洞 好那這邊 擴慢選擇出了一些青茶來反擊 那這個青茶 打這個長槍兵的效果就蠻好的 來看一下這個 咻咻咻咻咻 這個長槍兵很快就會被射死 靠兩邊有點勢君力敵感覺了 又有點回到55開了feu 這邊有大量級兵出來 還有馬弓 那應該 越南還不成問題 這邊補的均勻非常的大量 所以三級的遠防也要升級好了 那待會這邊直接硬戳上去 庫曼怎麼會崩潰喔 會很難打 因為這邊 庫曼喔 青茶的防 攻擊只有6 那升級好是4喔 級兵是4 那射一下只有兩滴啊 雖然還是有額外傷害在 而且是兩發箭矢 三發箭矢 但是這邊正面來說的話 級兵直接這樣硬交換還是太傷了 而且這個級兵直接敲完正面的馬之後 還可以後面去敲後面的青茶 好兩邊開始對射 能有搞頭嗎 哇本來沒搞頭啊 這個效果還是不是那麼好 這個長槍兵直接戳到這個青茶 是非常非常痛的 後面越南馬弓給的壓力也是很大 這個馬弓傷害實在太高了 11弓喔 而且還不會射歪 然後這邊還是按了個高地裡 來跟對手對射 好更大量級兵出來做一個前壓 那這邊點下了普鋸 那級兵打進珠的話也會很痛 好那但是越南沒有三級 跟我們關係級兵的強化也就到這了 那這兩台遠投出來再繼續往前推 青茶量不夠多 那要轉出一些戰毛才行喔 不然這邊正面會打不太夠 在這邊要轉兵再轉出來 射箭場要再繼續補嗎 還是這邊決定要用肉馬 來擋這個級兵呢 其實這邊庫曼不用出肉馬 直接出青茶跟那個戰毛 就可以萬劫這邊了 雖然會比較難解一點喔 但是至少是一個 counter對手兵種的一個方向 因為你一直出肉馬 雖然是可以去包對手的馬功 但是你現在正面來說 還是會遇到對方的級兵喔 比較困擾一點 這邊還是直接出戰毛兵 是最好的選擇 你看這邊肉馬直接被擦爛 你等一下就送了 兩三千肉了 不如直接出戰毛兵 好趕快慢慢換 雖然攻擊爛了一點 但打這個級兵還是 比肉馬還好一些喔 不然就是這個肉馬要一直跟級兵避戰 然後直接去硬貼後面的重裝喔 但是還是蠻虧的 沒意外的話 庫曼看起來是涼了 那目前越南只要出級兵 肉馬跟頭車就好了 然後馬功控好 好低陣型 好我來解一下這邊的巨型投石機 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邊有在修 這邊沒修回來 好投石機繼續開始投 好這邊超級大量的青塔跟洛馬 想要來打個正面 但是這邊級兵的量很多 哇這邊馬功沒有控好 出去有點鬆利一波 能不能防守下來呢 好像有點困難 哇對手 庫曼打出了GG 哇這一把打得有點久 來看一下兩邊的數據 哇 經濟 看起來兩邊是不分上下 然後庫曼這邊 黃金數 多一點 然後確實喔 這一場也是 打得難 難 有點 不分上下的感覺 那感覺也是經濟上的關係 世紀帝國這個遊戲 對我來說感覺就是 經濟兩邊差不多的話 通常都會打很久 那就是 這遊戲真是蠻看重經濟的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升級 升級的話 好像也差不多的感覺 好那聖物的話 目前是 越南這邊有一個聖物的領先 黃金數多一點 好那看起來兩邊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所以 也真的是實力不分上下 難 難且難 難升 難分難且 我在講什麼 好啦差不多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